这都没上午出来 哇塞 这在11点就出这么多单的 对 是的 基本上从10点到11点的话能出个100多单吧 高峰期的话是在11点半左右的晚上 这有很多都是预订单 预订单都在那里 都在那里 像我们这边炒菜机啊 基本上的话一锅可以出个20分左右吧 对 然后它出餐的话 你如果说你正常在做 那基本上三到四分钟就可以出一锅了 出餐是非常快的 对 而且像 为什么说不需要厨师呢 是因为我们这边的话都是有一个配比的 就是你的肉 你的料 还有你的那些咸牙 它的一个客数都有的 这个就是一个全都用的炒菜机是吧 对 对 等于是你用炒菜机还要用勺子搅拌吗 不用搅拌 但是我就是那个那个 更均匀一点 这个机器也可以用勺子搅拌 再把它拿起来用它搅拌 它用这个机器就节约人员的成本了 对对对对 公司要求是在三个客中的 哦 就每天你们都这样这样装 基本上就是 也就那么多哈 嗯 这个是等于两心的哈 上拼的 我们的门店基本上九点多就开始开门了 你看这些单子基本上的话十点多左右 我们已经准备了这么多了 如果已经开始点了一般的话像十点多左右的时候 我们差不多有个二十几个单 已经提前线下单了 就可以了 对 然后现在的话一天基本上有个五百多单吧 还好五百多单 基本上一个小时十点到十一点半左右的话 能处过两百多单 然后算下来这两楼就下午再提倡了 嗯 唐食的话现在一天差不多 我只有三张桌子 对然后一天的话差不多两千多也没了吧 也还好 唐食基本上的话可以摊掉我整个房租人工水电的一个成本 外卖的话基本上都是我的成本 等于是你的外卖是占你的总营业额的多哈 对 一天的话这一个店里年唐食带外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唐食外卖的话现在一天能有个八千多的营业额 那您就是一家店吗 我不是一家店 我现在十家店两年都做了十家店 现在十家店一天能有个五千多单 因为我做这个店其实主要是比较方便 因为我们是有自己的炒菜机的厨师我根本不需要 厨师都让我砍掉了 那现在就几个阿姨和一个年轻小伙子做餐 这个也是相对来说也是这个品牌的一个特性嘛 我也比较喜欢 就是说你做这个店不需要大厨的 不需要大厨的根本不需要 像这样说一个厨师的话一个月一万多 我一个炒菜机其实也没有这么多钱 基本上我厨师价格太高了 那我还不如就请几个员工帮我打大包这样的更好 这个你们今年有多大 我今年95 25岁 25岁 年轻啊 太好了 年轻人嘛出来创业 就还是想要给家里面和女朋友一个稳定的一个生活嘛 那你等于是你光外卖你这十家店一天大概得有多少单 呃外卖的话一天十家店现在五千多单 五千多单 五千多单 那你这一个月也就是十五万单啊 呃对 那你这一个月的营业额就几十万呢 对是的 哇塞那你这一年就得挣上百万说数了你这就是 还好 嗯 这你们家到这个点是不是外卖小哥聚集地 对是的 我天天这个营丝都被外卖小哥包围了 这是凉拌碎吗 窩笋吗 窩笋 凉拌窩笋 对 你也不在 我自己点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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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等一下好吧 店里面先在人家装我们排球队 然后稍后我这边叫你 好吗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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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的阿姨 这是牛肉 牛肉的 这是小铲肉的 小炒肉的卖的是不是最快的 最最火的 嗯 今天吃的是这个梅菜铺肉饭 然后感觉挺不错的 平时没时间来的话 就是每周就是呃 在公司也也有点他们家 一周大概吃个四五四五六四吧 这个是香肠 香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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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 超好吃吗 我对 Monsieur 橋çek 标准 这是第三次 那个香肠呢 最是香肠的 像我这边我家很久住在附近嘛 走过来十分钟 像我周末的时候一般都会走过来的时候到箭里 然后在隔壁上班的时候 在同个地方那边上班我就短 我觉得比其他外卖比较健康点 是不是味道口味上面感觉比较好 今天咱来到杭州的浙江大学附近 到了中午咱来吃一份这个 玉莱顺盖马饭 一开始不知道盖马饭是什么意思 其实盖马饭是湖南的叫法 它其实就是盖椒饭 然后我要的这一份 看这个碗好大 这个是豆干香肠盖马饭 它这个店呢特别有特色的一点 是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 它这个是炒菜机器人在炒的 这个炒菜机器人呢 就是一个小圆形的一个滚筒 它一次呢能炒20分的量 所以呢老板就是个特别的节省人员成本 就是你之前从来没有做过餐饮的一个 矛头小伙或者是老阿姨就能操作 特别的简单省事啊 这也颠覆了我的之前对餐饮行业的一个认知啊 它这一份饭的上面的菜还挺多的啊 腊肠豆干青椒 然后都有三个小配菜 这个是白菜还有竹笋 还有一个咸菜 现在咱们给它拌一下 看着这个米饭是不太满的 但是它这个碗特别大特别深 反正这一份饭的量啊 我觉得像男同志就能吃饱的 来到他们店里的时候他们店里的生意特别的好 无论是唐食还是外卖生意都特别的好 就是没地方坐 现在已经中午的一点半了 然后旁边桌子上坐的还是人 然后外卖还一直在接单 它这个因为是湖南的一个品牌 湖南人特别爱吃辣 所以它这个菜都是偏比较辣一点 如果特别适合年轻人的口味 这个腊肠应该是自己做的那种腊肠 好多香肠啊 其实它这个店特别的小 听老板说之前是不太愿意做糖食 因为糖食的话 还要刷碗了还要擦桌子之类的 后来呢就找到这个地方呢 只能做三张桌子 它也主要是接外卖的咱们为主 别看这个老板特别的年轻啊 它也是一个年入百万的一个 一个特别有潜质的一个小伙 在短短的一两年中就开了十家店 从来没想过一个不会做饭的人 还能做餐饮 就是冷藏的动品 包括你家的冰箱 也做48度 做20度